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好久没有跟大家做留言互动节目了 这期节目来看一看观众们的留言 然后挑一些回复一下,互动一下 不管是好的坏的,好听的难听的 咱们都来聊一聊 第一个说这作者的意淫功利深厚 是哪个作者 昨天呢,作题节目讲的是那个黄霍 并不是说我意淫功利深厚 是那个王力雄,他这个意淫功利很深厚 因为当初我在看黄霍这部小说的时候 正好呢,是我在探索世界 一天到晚沉浸在欧美的自由民主法治的 这么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世界 那个时候呢,有什么想法呢 你美国你什么时候来解放中国呀 然后又看了这么一部黄霍这部小说 哎呀,确实挺过瘾的 那个时候呢,就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好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在中国,不管是文化这一块 饮食这一块,还是经济就业环境 通通都不好 然后看了王力雄这部小说 确实很过瘾 当然了,咱也不能够站在一个 为了黑而黑 就是见不到中国好 这么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 这样吧,从一个文学的角度去看吧 科幻小说嘛 你看一看那些欧美的那些科幻小说 他们写的美国呀 动不动啊,大洪水来了 动不动,外星人侵着地球了 都把美国给干翻了多少次 黄霍这部小说对于我来去评价的 就是很难得的啊 看到这个中国呀 被其他的大国给干翻了一次 在这里呀,没有必要上高上下 你换作是印度人啊 如果说有什么小说呀 写印度被干翻了 还有说其他的其他某些国家 这都可以看一看 开开脑洞啊 并不一定非要上高上下 什么为黑而黑 然后第二个留言 说老黑你的信息来源呢 这期节目全部都是意想猜测 完全不赞同 这讲的是啊 这个2024年这个春节期间啊 山东举县 这个年三十啊 大屠杀这么一件事情 这个信息源呢 在微信里面很多人在传 在外网很多人在传 但是在国内就不可能让你知道 官方新闻他不报道 那你要是说这个新闻联播不报道 他就是假消息 那这也没办法啊 只能够说咱们做自媒体 你要是太认真了 那咱也不跟你交这个针啊 反正我在很多微信的截图 还有那个什么啊 外网的很多流传出来的各种细节 我都是都看到了 好吧 我在这里呢 你也不用太认真啊 有人说呀 你是专门吃中国人这碗饭的 这位朋友啊 是啊 这两天呢 我又在做两期中国的节目啊 那你稍微把我的节目往前翻一翻好不好 你看一看我前一段时间我做俄罗斯的节目啊 我做乌克兰的节目 我做阿根廷的节目 以及各个国家出现了很多事情 我都在批评啊 包括什么美国啊 这个卡车司机啊 这个还没聊啊 还没聊 包括川普在电梯里面放了个屁 是不是要发一个亿呢 所以说你要说黑啊 我承认啊 我给自己这么一个定位 我是一个专业的 不能说专业吧 职业批评家 好吧 就是认清事实 因为这个世界运行的本质啊 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啊 狼吃羊 羊吃草 这么一个社会本质 看透了这个社会运行的本质逻辑啊 然后再去对待这些新闻 事情事实去评价的时候 可能从我嘴里边说不出好词了 我都是站在一个批评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的 你说我是专门吃黑中国人这碗饭的 我觉得你只说对了一半 美国我也批评 以色列我也批评 乌克兰我也批评 哈马斯伊朗我也批评 然后这里就说到 记得新冠疫情前 看到武汉多个大学生失踪的消息 后来疫情爆发都淹没了 这些失踪的孩子 消息都没了 对啊 这个观众留言呢 是关于这个胡心语事件 直向大白 有些事情 是值得反复去说的 你要说我聊胡心语 这件事情聊了多少次了 聊了很多次了 但是有没有必要继续聊 有必要 因为每过几年就会有新的孩子 长大成人 如果说这些新的孩子们 他们走上社会 你不给他说这些 他就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阴暗 不光是武汉 还有河南 天津 天津不敢说 天津跟武汉那是在网上 有很多信息 但是郑州啊 河南的信息 我这是第一手信息 是我身边的人 他的孩子 的学校 同学能够叫到上名的 开学不久 做完体检 人失踪了 这是关于中国这个人口失踪的信息啊 咱们将来还是要持续的 不停的去啊 做节目啊 我们来再去看一看下面啊 呃一句话来概括 他们的愚昧配得上他们的苦难 无需多言 这是讲黄祸里面的剧情啊 你也可以说是影视现在 嗯 我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咱们就是站在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啊 不对 李中克角度去看问题 这个世界上愚昧的人占了百分之八九十 你不光说中国愚昧 可能中国他更语言生态一点啊 欧美这些地方他不这么语言生态一点 说什么语言生态呢 你比方说一个日本人到中国的农村去逛街啊 有人当街在那地方去啊 呃卖猪肉啊 这隔一刀那隔一刀啊 搞一个猪头在那个马路上 那个岸边去拿火去烤烤那个猪猫 那日本那个小姐姐就说 哎呀好好残忍哪好残忍哪就有人说呀哎 中国这边土地呀未经开花呀怎样怎样 其实这也是一个啊原生态啊 但是你要是跟当地的人去接触呢 你可以说他淳朴 你也可以说他无知 你也可以说他愚昧 你也可以说他善良 你也可以说他啊穷山恶水 瀑布刁民一方谁促养一方人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呢 啊他们愚昧的方式的体现是不一样的 你比方说在西班牙人们愚昧不愚昧呢 哎你问十个人啊调查 你对弗朗哥印象怎么样 那十个人有八个人都说弗朗哥是一个独裁者 弗朗哥特别坏弗朗哥杀了很多人 但是你要是研究弗朗哥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经济水平税收政策 国民幸福度社会安稳程度 那都是要打高分的 这也说明这个愚昧啊 不光是在中国愚昧 所有人啊所有的国家地区都有他愚昧的地方 你比方说在美国你说那里的老百姓愚昧不愚昧 一定程度上也愚昧 虽然说尔曼尔克拿个美国护照很高大上的样子 但是你看看现在美国的川普 川老爷子都被祸害成什么样子了 有人真正拍案而起 振臂一呼替天行道 有吗 还没有 所以说呀 要说愚昧 地球上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愚昧 不同的地方愚昧的方式不一样 好吧 我稍微更正一下 不要说我抬杠啊 我只是真顶这个留言啊 老黑这个中国人包含的范围有点大呀 说中国走向客比较合适啊 这位是我的这位老哥哥呀 老熟人了 我念到你的名字了啊 我知道啊 我就不提名了 哥哥你好 你看到我这个节目 你在美国还好吗 或者说你在墨西哥 反正你这两个地方都跑啊 美国加州啊 中国人领取免费的食物差点打起来了 嗯 呃 不光是有这个走向客的 为什么会打起来了 其中有一个人呢 是有工作又有房 然后别人说你有工作又有房 你还过来领什么免费食物啊 结果就很生气啊 这是给我们热食军体吃的啊 中国走向客 哎呀 现在去美国走向了这么多 我真的非常担心美国的未来啊 我们来继续看 老黑最近美国混进很多边境的墨西哥黑帮 走向来的美国人的中国韭菜就惨了 半路被打劫 这又聊到一个走向的问题啊 呃 是这样啊 美国美墨边境那边确实是不太平啊 呃 你要是在一个治安比较好的区分啊 我前几天我还在观察墨西哥的一些华人移民在那边生活的场景啊 你不要往那些容易出事的地方去啊 有些地方那就是黑帮啊喜欢去交易面粉的地方啊 有有些酒吧就是黑帮他自己开的 他们自己人在那聚会啊 天天在那地方碰头安排任务的 这种地方你就不要去啊 你或者说你看人这个满脸凶相 你就不要去 要去就去那些啊 什么老头老太太非常安详的煮个馆帐啊 点一杯咖啡那样的酒吧 你就可以去 相对来说啊 比较的安全啊 呃 那么现在混进美国的墨西哥黑帮 他们也有可能盯中国人这一块 因为啊 这个美墨边境这一块 那些边境州啊 什么加州了 墨西哥州了 还有什么 还是 德格萨斯州了 内华达州了 亚里桑那州 很多州都是把这个西班牙语当成是官方语言的 就是墨西哥黑帮在当地 那语言是畅通无阻的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可能只会几句憋脚的英语 语言又不好 强你的话 你报警你都说不明白 在这里这个网友提醒的对啊 感谢这个网友你提醒的对啊 就是说走线到美国的人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晚上就尽量别出门 我已经好多年晚上都不喜欢出门了 啊 这是关于这个在美国的治安问题啊 这里是山东举县大毒杀 另外一个版本啊 消息未经证实不知真假 当然了 也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 说这个事啊 是嫌疑人替被害人蹲橘子了 出来以后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然后带着三五个人趁着鞭炮声把受害人一大家子二十多口灭了 这又是一个版本啊 山东举县大毒杀那个人呢 他说是因为强奸罪被判了五年 是个瘸子 我做上级节目的时候 我还想一个瘸子能把人给强奸了 啊 那现在这个网友又报出来啊 可能是被人啊 顶包去坐牢 因为像强奸罪啊 这个种罪名到监狱里面会挨揍的 啊 你要是说偷了抢了杀人了 你在监狱里面可能别人还不敢欺负你 但是说是强奸罪进来了 那肯定是要挨揍 那所以说就找一个这个冤大头啊 顶罪啊 你替我坐几年了 然后回来之后 我给你什么什么东西 结果回来之后呢 呃 又什么都没得到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版本啊 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啊 给大家 呃 把这个留言给念出来 好吧 然后再来看下一个留言啊 普京害府的俄罗斯 乌克兰人比你说的那些惨得多哟 受学不会 哎呀 不想跟你辩论了啊 有些时候吧 你得过很多年才能够明白一些事情啊 现在你掉在坑里面 你爬不上来 那没谁也拽不上来啊 西方已经成功的用人口爆炸理论 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忽悠 做激化生育啊 东南亚那些国家都是人口输出 嗯 对 这是也是关于黄霍的这个节目啊 有人说这个人口爆炸论 现在确实人口爆炸 也同时呢 也是人口减少 哪些国家人口减少 欧洲国家人口减少 哎 虽然说现在欧洲这些 你不管是西班牙 意大利 还是法国 德国 你看人口局限 每年还是一个逐步增长 但是这里增长的主力军不是白人 不是什么热尔曼人 不是什么安格罗萨克区人 不是什么高路人 而是那些移民的后代 他们一生生七八个 知道吧 现在那些当地国家 我们这边都是鼓励生孩子 一个家庭鼓励你生两个三个 啊 才好呢 这是一个人口啊 我们稍微再来过几个 嗯 节目啊 你热闹海外还怕什么啊 讲的真好 不过王菊评论区看到 有一个人打赏了多少 个十百千万十万 那是十万日元吧 说有人给王菊打赏了十万日元 有人有没有人给我打赏十万日元呢 我这个月生活费就够了呀 哈哈哈哈 开玩笑啊 也不失望了啊 反正这个频道也没那么那个了啊 日元也不可能十万 有可能是多少 是一千 但是小说点后面啊 我没看 没有人给我打赏这么多 我不知道啊 咱们这期节目呀 嗯 就稍微聊这么十来分钟啊 跟观众互动互动个十分钟啊 也没有什么主题可聊 今天呢我 呃金针头不太好啊 今天白天去办了点事有点累啊 那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